一个多年没有工作的家庭主妇 也敢来采奖面试 我之前在大厂实习过 你觉得你这段经历很牛吗 我一直有在学习 跟应届生比你不如他们年轻 跟同龄人比你又没有他们有经验 你觉得你优势在哪里 不高兴了 不高兴了可以走 我的优势在于 我是一名家庭主妇 24小时全年无休 没有朋友 没有同事 也没有任何的讲理机制 教育孩子 让我具备良好的情绪管理和沟通能力 生活开箱 让我具备良好的资金分配能力 就因为我是咪妈妈 不再年轻 难道就没有公司愿意相信我吗 恭喜你 被录取了 新来的 这个文件 艳萍姐刚来还没适应 不如带给我去做吧 行 那我 我这不是怕你搞砸吗 你要是闲的话 帮我舒适一下工位吧 好 公司不缺保健 你要是做习惯了家务活 你现在就可以去人事部里离职丹 我五分钟后 所有人会是开会 这就是你改了三次的方案 林总 艳萍姐什么都不懂 不用帮她解释 这个项目单独交给你 今天晚上要是出不了项目方案 明天你给我收拾东西滚蛋 林总也太过分了 破方案又不是什么大事 艳萍姐 走下班 不冷 我还是加班完成吧 不错 这个方案明天你来讲吧 我可是我这暗黄的状态 你试一下这个吧 难怪你皮肤状态这么年轻 我明天一定不会让你失望 呀 气氛这么好 林总 你真的加班了吗 多亏了林总推荐的SK库的神仙水 浴完之后 皮肤第二天还是透亮的 不跟你说了 我要去开会了 那你加油吧 下面看一下 这是我们王室准备的项目竞标方案 林总 我相信这套方案在业内没有用 等一下你不用上 这个是我们公司的方案 本次竞标的方案 我们一共准备了两个 一项就是这些 谢谢 方案泄露 我还在这家调窃 是重大事物 要不你去提移植吧 你就这么想让他走 我没有 证据都在这 你还有什么想象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还不是因为你 像这种年纪又大又没经验的宝妈 凭什么和我站在同一个位置 既然我得不到场时 我运行下去 本来下个月你就会接受 但是现在可 没有这个必要 我公司会依法追究你的责任 做好赔偿的准备 林总 谢谢林总替我解围 现在你还要离职吗 既然选择踏职场 就要做好准备 你也许是一位好的妻子 优秀的母亲 但你更应该是更好的自己 在自己发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